中央社华盛顿6日综合外电报导白宫以欧威尔是胡言乱语奥维尔安 诺森斯抨击中国要求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的行为 欧威尔是衍生字作家乔治欧威尔,已是极权主义代名词 这个词源于已故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乔治奥维尔,含义出自他1949年所出版 描绘未来世界反乌托邦极权国家的知名小说1984尼内庭IED-富尔 纽约时报曾指出,从现代作家姓氏所衍生的形容词当中 奥维尔安最被广泛使用,中文翻译为欧维尔式或欧维尔风格 1984背景设定在1984年的超级强国大洋国大洋洲,国家被楚楚设限的 党帕帝所控制,党则由象征领袖老大哥比格布拉带领 这个国家没有法律,只有一个规定,就是人民的行为和思想都必须绝对服从 欧维尔是如今用来形容反对自由开放社会的行为,包括政府洗脑人民或时时刻刻监视和控制民众 小说中的老大哥,心语纽斯皮克和双重思想多 布莱特希克等词,也成为形容极权主义和政治谎言的代名词 不过英国《卫报》,瓜尔迪安指出,以欧维尔为形容词也有正面含义 例如在英国颁发给记者的崇高荣誉欧维尔奥维尔普里泽,便是表扬能够将政治写作提升为艺术的优异表现 若以欧维尔形容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正面或负面,则有争议 像是已故英国名作家坚明嘴西钦斯克里斯托弗钦斯接受美国右翼组织经济暨自由图书馆利布拉里奥夫伊科诺敏斯恩利伯蒂访问时 对方式图案是,西钦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行为很欧维尔 这样的用法不一定说得通 因为西钦斯尽管在思想上反对法西斯主义,也拒绝屈服于左翼民粹意见的压力 如同欧维尔在西班牙内战对抗弗朗格弗朗库将军 并因揭露史达林约瑟夫斯泰林的真相而可能遭到放逐 但许多人会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欧维尔,绝对不会支持小布 习总统乔治·W·布什带领美国帝国的入侵行为 个人非常好且立场与自己一致,但若说其他任何事很欧维尔是则意味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 议者,张正谦,何稿,林景平1070506